當台灣原住民的香料碼告 碰到法國生巧克力 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這可是全台灣最高的下午茶 推出的餐點 業者特別定制了 盆栽造型的三層架 凸顯了中西河壁的精神 像是用澎湖小卷 搭配日本干貝 炙燒出來的開胃閒食 還有用洛神花做出來的小泡芙 多達11種創意點心 幾乎外面都吃不到 我們要來喝全台最高的 高峰露天下午茶 亞洲頂級的高峰露天餐廳 選擇在信義區48樓進駐 你可以看到 它的101是比0相對 那在這裡有360度的環式景觀 可以讓你看到 台北都會區的全部面貌 不管是翠綠的山脈 還是繁忙的車流 都可以讓你一邊喝下午茶一邊欣賞 高總席 謝謝 玲瓏滿目的餐點背後 靈魂人物是台籍主廚林玉高 什麼樣的東西是可以最代表 我們Cela V Taipei在整個亞洲 是獨一無二 台北不僅是華語世界第一家分店 住店行政主廚林玉高 也是集團主廚中唯一華人面孔 送外表下暗藏霸氣 她以亞洲食材創作摩登料理 讓志玲姐姐也來到這裡打卡 風樹茶饗宴其實 第一點最重要的就是 什麼是我們餐廳的意象 意象上跟我們在做的東西 其實會以取決於亞洲的食材為第一優先 台灣在地食材為天空樹五茶饗宴 揭開炫目 洪湖鮮美小卷搭配日本干貝炙燒 抹上白味噌醬再燒出顏色 跟著撒上柚子胡椒 這一吃就是彷彿置身在海裡一樣 它非常的鮮甜 蟹肉脆皮饅頭三明治 可愛外型猶如台版馬卡龍 像這個饅頭刷薄薄的這個奶油 那裡面去夾雜了一個非常 用明太子還有蟹肉 去做成的一個鮮餅 然後去把它夾起來 做成像一個應該說是馬卡龍的概念 為了凸顯台灣特色與眾不同 全球五家飯店裡 就只能在台北吃到這些菜色 台灣夜市小吃胡椒餅也是當中亮點 我還蠻喜歡它的鹹的食品 對 因為它在下午茶裡面 我很少吃到像它是以那種 海鮮類這樣的食品 然後去做一個擺盤 當然它那個胡椒餅 它也帶出了一些台灣的文化出來 我覺得其實它裡面有鹹的跟甜的 做混合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當你甜的吃到膩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一下鹹的 下午茶的靈魂藥爵 甜點也很有特色 台灣馬告珊瑚椒帶點古語刺辣 與法國生巧克力積蕩出多層次口感 外型則是帶了點復古味 用模子去擠壓這個生巧克力 讓它變得有一些塗疼在上面 做起來像月餅的樣子 三種不同顏色的泡芙 白巧克力珠珠搭配紅綠紅茶奶油 洛神花口味泡芙內餡則是玫瑰花醬 再以葡萄糖漿做成水滴 而玄米茶口味則是搭配柚子醬做出獨特 整個的松樹的意向 然後結合一些比較現代的元素 就是像不鏽鋼的鏡面 然後甚至我們希望我們的樹是要有香氣的 所以我們會在樹的最底端 鋪滿了一層咖啡豆 然後讓這個咖啡豆 就是你在端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充滿了一種下午茶的氣味 以漂流末味天宮樹茶饗宴打造支架 讓下午茶也有環保氣息 琳瑯滿目的十一種點心 主廚教你可以從這個開始吃 當你們來的時候 會比較希望就是大家在吃這個 醋漬的茄子吃完 那它可以非常帶動整個 不管是胃 不管是口腔 那它是整個open mind的 所以就會讓你開始獅子大動 若是在這高空餐酒吧 覺得還不過癮 還有獨特奶酒舒芙蕾 口感格外綿密相醇 既然是東西文化交融 品嘗各式茶點時 別忘了喝喝台灣茶 資深茶藝師端出一道三整茶 茶味由濃到淡 瘋癢瘋癢人 不喝茶的人以及喝茶的人 都會去想要有一個想法 去做發想 那其實的話我們親像阿里山的話 就是我們高山茶的入門款 會去做一些手搖引 很容易聽到一些鐵觀音 全內的百豪茉莉 那百豪茉莉因為它是特殊的品種 綜合亞洲五城市高空景觀餐廳品牌 向來以戶外風景著稱 看浮雲 看日落 迎微風 在360度的高空環景中 跳脫繁忙 在這台北之天感受一點都會去的悠閒 記者 沈方品 陳洪達 台北報導